如果将来你要大量范围 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写完某一部分程式 那我要把它保留下来 暂时不执行的话 你可以选取它之后 那以前的做法是每个前面都加紧字号 可是如果你有多行程式要注解的话 我教各位一个方法 你可以选取之后 按一个快速键 在Spider里面 如果多行注解就按Ctrl 1 Ctrl按注之后 再加数字1 数字1记得是上面那个字 Ctrl 1就是多行注解 那如果你要把这个多行注解取消的话 一样在选取你要取消的 按Ctrl 1 它就取消了 OK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快速键 如果会用的话 就可以让你的程式 写得相对比较顺手一点 OK 两重之外的话 还有多重 多重的话可能就是 它如果成年的话 那可能还可以细分 它到底是青年呢 壮年呢 还是老年 假设分三个 那这个地方程式该如何撰写 那我大概简单demo一下 其实这个是写好的 总共程式就这么几行 那我们一样开一个新的 开一个新的文件 然后呢 并且把刚刚的程式输入上去 输入的话 我先把这个程式先输入 弄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弄完 这个把它执行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呢 输入15岁 那理论上因为它判断 输入15它接收到了 放在h里面 那判断完的结果是未成年 所以print的结果是未成年 那如果我在执行 比如说我输入20岁 那应该会跳什么 成年 有没有 OK 那如果像它写这样的一个程式 该如何撰写 第一个 我们就是必须先在这边 上面这个 第一行的话是 这个input 就是怎么样呢 输入 这个年龄的部分 然后底下这四行是判断 那判断 这边就把规则记下来就好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怎么写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增加一个变数 那变数名称 我把它自己取 叫h OK 或者你用a也可以 等于什么呢 那你希望呢 使用者提供一个资料给你的话 那你就input 这有个方法叫input input的话就是说呢 它会秀出一个 让你可以填资料的地方 然后你输入完之后 它会把输入的词 丢到前面的这个变数里面 那我们input的什么呢 就是一个叙述 请输入年龄 这个时候的话input 就会得到 比如说我刚刚输入15的话 它就会把15 直接就放到h里面 15哦 OK 放在这个h里面 但是跟各位讲一下 一个蛮重要的input的这个方法 它所得到的资料 特别注意哦 一定是文字 所以如果你假设输入15的话 它会得到的是15的文字 那假如说你把这个文字放在h的话 那将来它就不会是数字哦 所以不会是数字的话 那将来你要跟数字比对的话 那就没办法比 因为数字跟文字无法比 所以怎么办 一样的道理 请你在什么 在这个input的外面怎么样 包一个转型的函数 就是int 把它怎么样呢 转换成为15的数字 再放到h里面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做 如果没做的话 就没办法比较 OK 好 那假如说我已经得到年纪了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我要做逻辑判断 因为任何程式都有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太重要了 因为不管说你写什么程式都一样 那在python里面的逻辑 一定是写这样 h if 空一格 那后面的话就是逻辑判断 那我就想 如果h 这个变数 假如是未成年的话 就什么 小于18岁 OK 如果呢 小于18 那我就print未成年 反之就print成年 OK 应该可以叫 那if 后面是一个逻辑 那如果你要结束的话 加一个冒号就可以了 如果是VBA 是一个什么 Zen 这个这边 就是只是换一下东西而已 OK Enter 那你会发现Enter之后 它这边会自动帮你缩牌 请特别注意 你不要没事 把那个缩牌往前 因为缩牌也是程式的一部分 也就是后面一行 一定要缩牌 不能不缩牌 这个请特别注意 因为之前的同学 每一次就把它back到前面去 那一段发现语法错误 OK 所以特别注意你把它Enter 它会帮你缩牌 这个一定要保留起来 OK 然后呢 做什么事 就是printer 就是跟他讲说 这个 未成年 对不对 所以你这边的话 就把这个未成年打一下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反之 所以底下的话 这边说有if 那就有反之 反之怎么叙述 else 所以这边的话呢 记得 跟其他语言也差不多else 不过像VBA的话是写这样 可是python呢 特别注意 多一个冒号 OK 然后Enter 然后底下的话呢 你就跟他讲 你要做什么 这边就是跟他讲 一样就把上面这一行复制下来 然后反之就是什么 就是成年 好 程式就写完了 那其实主要就是 了解两个重点 第一个 input 一定是文字 所以外面要把它转型 第二个的话呢 逻辑 一定是如果 后面这是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呢 在if的后面 就会加一个叙述 这个叙述 如果为true 的话 就执行下面这一行 如果为force 就执行else的这个部分 OK 所以有点像一个闸门 你成年就往那边 你为成年往那边 两个通道 有没有 这有点像是一个筛选通道 OK 做完之后的话 就把它执行 如果确定没有问题的话 那应该15岁 有没有 为成年 没错 你因为小于18 所以跑这里 那假如说呢 我今天 出个20 那因为你20 有没有大于18 有没有小于18 没有 没有就跑这里 所以enter的话 那就会是成年 OK 所以请各位 试试看这个 那个逻辑判断的部分 没有切 不过应该 算看得清楚吧 因为这个投影机是 好像去年才换的 所以亮度其实还可以 旧的那个投影机亮度 没那么好 就 如果没有关灯 就看得不是那么清楚 现在没有关灯 好像看得也 还可以了 如果 看不清楚的话 再跟我讲 我可能再把灯关一下 试一下 请各位 把我刚刚讲的 这个程式 稍微试着写写看 那这个 程式的部分 在云端白板的 第二个单元的第五页 第五页这边也有 所以如果你假设 有些细节 记不太起来的话 那可以参考一下 云端白板的 第五页的地方 那主要就是 稍微要记一下 那个if 这个叙述 像包含就是冒号 有没有 if 逻辑 冒号 做什么 然后呢 下一行 else的话 记得后面一定要加冒号 因为其他语言 几乎就没有加冒号 但是python需要加冒号 尽量可以记得把它记下来 如果实在记不起来的话 不许我刚刚之前跟各位讲 你可以把这个当犯本 有没有 有些东西 记不起来没关系 下一次要写的时候 有个犯本在旁边 然后至少一样化符符 总不会错吧 ok 等到你将来写到熟了 那他这个就可以丢掉了 就不需要了 ok 不过其实我觉得 现在城市里面最累的 还是要背一大堆东西 所以尽可能 我是觉得不要那么累 所以你可能想一些方法 尽量不要让自己背那么多东西 但是你不背又不行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自己需要的时候找得到 找得到这个资源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有这个资源 你就可以马上套用来用 那如果没有怎么办 没有你要重来一遍 重来一遍多浪费 多辛苦 ok 所以尽可能像这些东西 还有个趋势 以后这些东西还在不断改变 所以 如果你假设 一直用以前的学习方式 不懂了变通的话 好像就学不完 所以像我的习惯 反正我就先有 然后先把它放在某个地方 拿来参考 如果将来有些地方改变 没办法 我再update一下就好了 这样的话 比较不用一直在学一些 我还要从头学 最怕是从头学 所以最好是 可以的话 可以 就是说呢 用类似的方法去学习 一个 一个 像有些观念级跟VBA 或者跟Java 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 ok 所以甚至像 因为我大概 我十年前大概教最多的Java 然后它五年前教最多 就是教Java里面的手机设计APP 那有些程式的范例 其实也就是从以前 把它拿来放到这边用 只是换一个语言叙述而已 在后面其实有一些范例 是我以前教Java 教PHP 或者教一些其他语言 一样的 只是我把它换一个语言叙述而已 但是我发现 其实大体上都差不多了 ok 好 那请各位试试看 把那个 这个 或者参考云端白板 所以记得 云端白板这个还蛮重要的 以后是一个 还蛮重要的资源 那这个云端白板就是 记得 在这个白板 这个王子可能将来也把它弃一下 那相关资源 反正将来你们就可以顺着这个 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第一单元 第二单元 第三单元 第四单元 一直往下推进 那在 爬虫部分在第六单元 ok 所以如果你假设 假设你想要多 早一点学习 也许你就可以 稍微往前预习 也没关系 那当然呢 我们的方式是一定是越来越难 那我不会一下跳很难 我会慢慢再加一些东西进来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 跟上野 我是觉得 你就是照着我的tempo 一步一步一步的 然后最重要的话 还是要自己动手去key这个程式 因为程式最怕是用眼睛看的 我想应该没有人用眼睛看 就可以把程式写出来 如果有这种人真的太厉害了 ok 所以与其说你看再多程式 不如动手做一遍 其实会了就会了 是不是真的 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程式改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改一个逻辑 什么逻辑 如果说未成年还是18岁以下 但是成年的话 分三个level 第一个level是青年 就是18岁到30岁 是一个level 一个条件 那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第二个条件是壮年 壮年是31到65 那65算老年 那65算老年 ok 那这个是一个大概 没有特别的意思 ok 那当然现在也许 可能它有别的标准 不过我许我们就这样分 18到30是青年 31到65是壮年 然后65以上 然后65以上是老年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城市该如何修改 其实只要改一下就好了 只要改哪里 改那个成年的地方 把成年地方改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先那个true and false的部分 来做一个修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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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